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37年底,济南彻底沦陷 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 母亲只得让大儿子和二儿子去灵意投奔父亲 分别前,母亲狠心用全家半个月的生活费 派了这张全家符 他说,这一别 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 战乱年代 覆巢之下 安有顽暖 两个儿子一去 再无隐形 二儿子回家 已经是五十年后 当年他在路上被抓壮丁 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国民党军队 最后去了台湾 再见大儿子 只有一张纸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1948年12月 牺牲于淮海战役 每一次团聚 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为动荡时代付出代价的 永远是普通人 这张残破的全家符 是被人故意死坏的 被撕掉的 是抗日名将赵锡章和三十多名战友 赵锡章是赵家次子 1933年 母亲过五十寿城 从军在外的他 特意回到老家河北省河建三十里布村 为母诸寿 还请摄影师拍了这张全家符 1939年 日军站立河间 在村头修起岗楼 挨家挨户搜查 发现谁家与抗日有关联 就杀谁全家 我也求保命 我奶奶把他身传尊父的儿子 和他的战友 从川家符上死了 烧掉了 撕照片时 母亲还不知道 儿子赵锡章 一年前 已牺牲在抗日战场 一些家庭骨肉分离 换来了更多家庭的安定和团聚 我们现在看老一代的照片 我们感到很珍贵 看到那个社会 穿着 打扮 包裹 环境 那么 我们对 同样 我们今天留着的 对下一代 又不一样了 他们到下一代 过了若干年 几十年以后 他们去看 父母这一辈 爷爷奶奶这一辈的 影像资料 肯定是很有感触的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照相技术的普及 拍全家符 成为一种常见的庆祝方式 团圆了 丰收了 升学了 入伍了 就去照相馆 拍一张全家符 做纪念 略选浮夸的照相布景 和紧张羞涩的笑容 是那个年代 都有的欢喜 把黑白照片 涂上颜色 这样的彩照 也曾风靡一时 在全家符里 我们看到了 不同时代的 千百种人生 一百多年来 人的衣着 照片风格都变了 不变的是 团聚的喜悦 浓浓的亲戚 这是1957年 陕西西安 一家兄弟几人的合影 家中的大哥 远在新疆当兵 想念家人 二哥就把照相馆师傅 请到家中 拍了这第一张全家符 哥哥们陆续去世 最小的弟弟邢建民 也年近七十岁了 想哥哥们了 他就把这张照片 拿出来看看 一张老全家符 是一辈子的念想 邢建民 想给更多人 留下亲情和团圆的记忆 他辗转大半个中国 自费 给人排全家符 他专往偏远 山区走 有些人 一辈子没照过相 连全家符 是什么都不知道 听老邢解释之后 有人兴奋地往家跑 说要拉风箱去 拉风箱干啥 烧水 烧水干啥 刮胡子 要照相了 全家福利 有家庭聚散 更有时代变迁 家国面貌 在这些照片里 你是不是也看见了自己 看见了家 请跟我走进中国照片答案馆 继续打开国家相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